欢迎收看新鲜的视频 在日常生活中 玻璃的用处是非常广泛的 此坚硬的程度也是根据用处来区分 家庭用的玻璃材质都是最普通那种 用正常的工具一敲就会破碎 但国外有家公司却对自己生产的玻璃非常有信心 承诺你只要能用普通的工具敲穿玻璃 不但商务里面的现金归你所有 而且还能额外奖励100万美元 那么这次就带大家去见识一下 这号称无法用普通工具凿穿的神奇玻璃吧 位于美国街头的一个公交车展盘 该公司在这里摆放着一个用神奇玻璃打造的玻璃箱子 里面放了一些美金 底下装有吹风机 刚前不断的飘落起来 经过的旅客和图人 不断的停留观察三重金钱 有的拍照 有的艺人 但有可能是因为素质 或者会触犯法律的问题 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尝试毁坏玻璃取钱 如今更是成为了供旅客趴照的观光点 为何这家公司对自己生产的玻璃有如此的自信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神奇玻璃的坚硬程度吧 他们准备了一些破门利器来测试 首先使用长柄斧子敲打 玻璃表面出现的破裂的纹路 结果敲了几次后还是没打穿 接着换长柄锤子继续敲打 用明显玻璃碎弹出 敲了几次后也是没打碎 感觉还是异常的坚硬 或断换冲击钻来钻 很费劲的钻了几次后还是钻不穿 最后用手锯沿着缺口部分继续锯 结果却留下了一道俱横 还是无法把玻璃锯穿 如果连用工具都不能敲穿 也难怪该公司有如此的自信心 怎么样小伙伴 看完测试后有什么想说的呢 如果这个公司敢把这个专有钱的玻璃箱子放在中国 你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把它敲穿 拿到一百万奖金呢 好了 假期将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和关注哦